《星洛宁成堂》是由朱瑞斌指导、陈兴旭、李兰迪等主演的古装神话剧 讲述了人族皇室中一对性格迥异的双生姐妹 因一场乌龙导致挫嫁姻缘 不仅闹出笑话无数 更牵扯出两段浪漫唯美之恋的古装神话爱情故事 好了言归正传 玄商神君归来 继承了三片神石的记忆 因此跟夜谭如交似妻 两人经常偷偷约会 夜谭甚至急着在婚前少典友情灵修 少典友情终于开窍 急着让催母神筹办婚礼 然而胡虽身份的暴露 夜谭和少典友情恐怕要虐心了 在最新剧情中 胡虽深夜偷偷跑到玄黄境偷走法器 却没想到不仅没偷到法器 还伤了自己 而且自己的身份被清衡发现 胡虽无奈只有自曝身份 承认自己就是东邱族人 清衡震惊 相传东邱族人利用地脉子之花灵 妄图开启规须 所以被四界人合力图灭 胡虽说出真相 说自己的东邱族人是冤枉的 只因为上古传闻被四界忌惮 才惨遭屠戮 而胡虽只将仅存的遗魄 记在一株胡虽之上 而他偷法器就是让 据灵玄灯内的族人亡灵附生 没想到胡虽身份的暴露 竟然牵扯出天地隐藏的京士秘密 胡虽的族人都是被冤枉屠戮而死 原来天地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胡虽也是身世凄惨 就因为上古的一个可怕的传闻 胡虽的东邱族人被四界惨遭屠戮 没想到天地还有这么不为人知的一面 天地的真面目终于要曝光了 没想到天地是这样的卑鄙小人 总而言之 胡虽的身份暴露 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天地隐藏的京士秘密 恐怕要瞒不住了 这也意味着夜谭身份迟早会暴露 紫麦双生花灵的秘密曝光 夜谭和少典友情就要开念了